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跟老婆去爬山 在这个路程中看到一些很有趣的一个农场 一个农场主卖一些小东西 他卖水果 他自己种的水果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可以逃的 加拿大很多人家门口 特别是农场 农场门口都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boost 然后卖东西 卖他自己家种的东西 荷花草草啊 吃的东西 或者一些手工艺品 然后呢你要买的话就自己扔钱 那这一家呢 发现啊最近小偷很多 他这边还专门写了 由于这个 不断的有偷窃行为 他们现在正在 正在这个监控啊 然后所有的这个监控的记录他都会报警 一次警示小偷 估计是没用的 哎呀没有什么想要的 那继续上路 去爬山 我们现在到了这里是比较就是 偏远地区的一个荒凉的维多利亚 加拿大像这种二线城市 城市区域并不大 你稍微开一下就是这种荒郊野林 而且大家是非常乐于住 住在这种地方的 这边有骑马 哦有马 哎 他们为什么可以骑马啊 哇塞他骑在上面他都 他都不会怕嘛 近距离看一下 这个山下的农场 啊 这农场门口也也也摆了这个布什麦花 4块5一个 有啊 我没有整啊 来看一下 5块钱了 有 看一下这个农场 都荒废的 我感觉都空了 他们估计也就住在这吧 土地这么大也都不用 那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爬的山 Mount Works 好了 现在我们开始爬山 这里是一个简单的介绍 山景是什么样的 出发吧 走吧 这个山路 鸟好多啊 到处都是鸟生 非常 非常美的一个森林啊 看一下这个原始森林的美貌 一棵好大的树倒下来 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迷思啊 我们要去山顶 他说山顶的处要往这边 这边又说往这边 所以他的指示台 这边跟这边都是可以去山顶的 我们就从这边下来的 现在不知道山顶要怎么走 我们先往下面去一下刚才那个湖 看一下这个湖井啊 有很多人在那边 自家 这都是湖井房 非常值钱啊 他们自己修了一个这个码头 哇 坐在那边 悠然自得 这一个山顶啊 这个水哦 目前为主手的 最好看的之一哦 还有光线 从上面打下来 就不会太腻 而且 一整片随处都可以看到这种 各种各样 奇形怪状的处 倒在这边 还有些青苔 非常的壮观 老婆今天开不开心 为什么开心 非常好 虽然他讲的很违心哈 但是景还是很美的 嗯 我看一下这树有多大 全断掉了 里面是空的 这山路不是很好走哦 现在有没有一种 探索深山老林的感觉 这边路没有指示牌子 你就随便乱走 今天这个地方挺美的 阳光充足 天气也配合 石头上都长的这种 绿青苔很美的 我们现在爬到半山腰了 这个刚开始挺平缓的 正在这里非常陡啊 这么陡的一条山路 休息了一会 我们继续努力 这个山不高啊 好像一共就是400多米的高度 但是 挺陡的 我们继续往上爬 很陡啊 很陡啊 这目测 这个至少有 30度的角度吧 斜脚 小心点 今天这个山比想象中的要蛮 我们刚才大概爬了40分钟 问一下路人 还爬到一半步道 现在大家看一下这个 不到半山腰的山顶 已经是很美了 所以估计等下爬到山顶 应该是非常的美 我们休息一会 一会再继续 各位弟兄姐妹们 爬了它大概一个多小时 快两个小时 我们终于到达顶部了 它就放一个这个牌子 这个地方就是海拔 海拔450米 不看只有450米 但是感觉 挺难爬的 第一次爬 这么难爬这山路 这山顶上有一棵小枯树 看一下山顶的美景 这个大家都知道我跟老婆都是基督徒 今天这一爬有很多的得着跟感动 宝宝你介绍一下 对我觉得今天真的是神借着这个大自然向我们启示他自己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路是非常非常平缓的 然后虽然有些小山小丘呀 但是我们其实刚开始就有点走的不耐烦 而且充满了疑惑 然后到了中途的时候 我们问了好多个人 大概有四五个人吧 然后 嗯 都没有给我们正确的答案说 到底 走到顶要多久 然后问了好多人之后 遇到了好多人之后 然后终于问到有一个人 他说 他说 像我们指的前方说 你们到了那个点 之后开始就是一半的路了 然后其实这让我们是 当时是最难坚持下来的 因为我们已经爬了 当时已经爬了很久 大概有一个小时 而且 路越来越陡 越来越难走 但是当时呢 高不成低不就的 也不太好放弃 又觉得不甘心 高山低谷 走过了之后呢 熬过了最难熬的点 我们就发现 之后再难走的路呢 我们好像都有心情去面对了 其实我们 我觉得 神给我们的启示就是 人生当中 就是这样的 如果之前没有那些 你自己所谓的就是废路 其实那些都是通往 最高峰的必经之路 必经之路当中 可能会有包括有贫路 然后 有很陡的这个高峰 也有就是低谷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些 塑造你的这个品格 新兴的话 你是根本没有办法 神是根本就是觉得 你根本没有办法 去战胜以后的这些 更大的一个风暴 更困难的 我觉得这是 今天我爬这个山 生给我很大很大的一个骑士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订阅哦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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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